哎 小苗 你有什么样的就是新的任务是吧 对 就是我在公司搭建一个FTP服务器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匿名用户上 他登陆上去以后没法上传文件 也没法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件 就是怎么才能在这上面打开这个功能 那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 因为在公司内部的嘛 他们为了使用方便一些 就是想让我跟他开启这个功能 那你在系统里面用的这个FTP服务器的话 是什么服务器 就是Linux下面的一个VSFTP Very Secure FTP 就是非常安全的FTP 叫这个名字 那就是Reitide自带的是吧 那不同的Linux系统的话 带的FTP服务器不一样 所以配置方法也不一样 那我们就拿HEL自带的这个VSFTPT VSFTPD 用这个来演示一下 看怎么打开这功能 好吧 现在看一下系统 就是当你的话 看到这个就是机器的时候 那么其实他可装的软件 不一定非是系统自带的 你装一个PROFTP PROFTP也可以 这个也很流行 以前的话呢 叫做无-FTP 这个的话呢 给Reitide捅个大篓子 怎么回事 就是说他出现的漏洞啊 让人家能获得如特的权限 就是这样的大漏洞 这个漏洞的话呢 导致Reitide的声明就不太好 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就把它淘汰掉了 所以的话呢 现在FTP的话呢 他们就升级成了VSFTPD 那这个的话呢 是在Reitide的 就是Reitide的话 它有好多版本嘛 有个叫做RH9 Reitide的9 不是RHEL9啊 是Reitide的9 Reitide的9 前面版本你猜是多少 8吧 就是他以前的版本 就是8.0 8.1 8.2 8.3等等啊 再往前的话呢 就是7.1 7.2 7.3 在Reitide7的时候 就开始换了 到8和9的时候 就正式过渡到VSFTP 嗯 所以到了RHEL3 RHEL4 RHEL5 RHEL6 一直都是他 你要用其他的话呢 那可能是你比较喜欢 嗯 所以的话呢 你先看一下系统里面的话呢 到底这个东西啊 它有没有安装啊 RPM-QA GREP什么的 VSFTP 看它有没有装 嗯 如果装的话呢 太简单了 一个命令 立刻就让它启动 啊 没有装 没有装啊 MT下的 packages啊 RPM-RVH VSFTP 把这个装上去 好 装一个包就行 是吧 没有依赖关系 嗯 它有可能有 啊 你要是不装什么 GLAP-C之类的 我估计其他软件 也跑不起来 啊 但是VSFTP 它本身比较简单嘛 嗯 那你想把它立刻启动 Service VSFTP Start 啊 嗯 这就启动起来了 嗯 要吧 嗯 搞定了 啊 就是说命名账号 已经可以访问了 但是这只是访问啊 就是说你说的上传功能 还没有 我们拿一个Windows 来访问一下它 嗯 啊 192.168.3.95 是吧 嗯 这样的话我访问 访问的是它的网页 是吧 但是在前面的话 你加上一个什么呢 FTP 这样啊 然后呢 对 然后回车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哎 已经能访问到它的目录 嗯 这边有个Pub目录嘛 对 双击 点击一下它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是吧 这转到高层目录 那我在这个Pub目录下 那它这个 就是说你这边启动了以后就可以访问 那这个命名账号到底访问它是哪个目录呢 啊 对吧 对 就是这个目录 它现在就有 已经有个命名目录嘛 啊 那你知道这个命名目录的话到底在哪 命名目录到底在哪 啊 不太清楚 嗯 JRP FTP ETC下的password ETC下的password的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的 存用户名 命后 用户名 用户的UID 用户的BID 用户的主目录 啊 主目录啊 然后一看 它的主目录在哪呢 whash的 whash的FTP 啊 你看吧 这个目录就是它的主目录 那这个是它主目录 我们在CD的whash的FTP当中去 嗯 那你看一下 这里面果然有个pob目录 啊 对吧 那你在这里面创建一个文件啊 比方说rootfile 嗯 或者我copy一个文件吧 copy 呃 ETC下面的 嗯 proticles啊 copy到这个当前目录下 嗯 啊 copy过来了 是吧 我们再这样 刷一下啊 Ctrl加F5 啊 有了 这proticles 你打开它 如果你是文本文件 它就直接打开了 啊 如果你是其他文件 它就出现一个下载画面 啊 比如说我是个软件啊 或者什么 对啊 你再看啊 GZ回来压缩一下 嗯 proticle 把它压缩一下 这样的话 这边有个GZ文件吗 啊 你再来看啊 Ctrl加F5 是吧 这边上GZB文件 哦 是吧 那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个的话 就是个ftp的服务器啊 当然了 你还可以的话呢 再去呃 比方说某个端口啊 比方说R3的话 用个其他的端口啊 这样的话还可以 还可以的话呢 这样的啊 shack at 啊 这样的话 你就是用另外一个账号头来登录 而你默认情况下 就是用的是annoymos这个命名账号啊 其实这个账号的话呢 也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呢 ftp 啊 就说以什么用户来登录这个ftp服务器 那一回车啊 ftp这个账号来登录 那这个命名账号啊 或者是annoymos啊 这样的一个账号都可以登录 命名账号登录 但是呢 现在这个目录下的这些文件啊 你一定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权限 这文件的话呢 包括我当前的这个文件夹 都是不允许others可以写的 啊 啊 那么 pob目录的话呢 也是不允许others可以写 呃 不允许他写 只允许如他写 嗯 对吧 那所以的话呢 现在我这样的 make dir 创建一个什么呢 啊 upload 是吧 嗯 这是你想上传的目录 是吧 upload上传 就是创建完了以后 然后呢 再去怎么样呢 C-H-O-W-N 然后呢 upload 你把它的拥有者改成什么呢 改成FTP这个账号 啊 啊 这样一回车 那这个目录的话呢 拥有者就是谁啊 就是 呃 就是这个 FTP了 是吧 嗯 那现在的话呢 FTP对于这个目录来说是可写的了 啊 是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上传文件 嗯 命名账号不应该上传啊 就是很危险嘛 是吧 Ctrl加F5 我们再刷一下 upload 是吧 嗯 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呢 现在又击 哎 嗯 嗯 我看windows这个还真是不知道怎么上传了 咱们在浏览器里面 在浏览器里面 在这个windows的explorer当中可以吗 嗯 我打开这个地方是吧 输入一个FTP 嗯 然后两个啊 在这里面可以打开是吧 嗯 嗯 那又击新建 文件夹看能不能键 不允许键 Permission Denying 是不是 嗯 然后呢 我们再去把一个文件啊 往过移 移一下 嗯 啊 这个啊 嗯 蓝牙交换文件 我的形状吧 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文件吧 啊 嗯 这个文件我往他往这个地方拖 看到吧 嗯 拖 不行 然后呢 拖到upload里面去 嗯 哎 见了鬼了 也不行 是吧 也不行啊 啊 什么原因啊 就是你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是吧 对啊 那首先权限这个地方 如果你已经搞定了 那说明你已经对前面的知识的话呢 了解的还不错了 是吧 权限能注意到 嗯 那同时的话呢 看一下 SE Linux有没有打开 get enforce 是吧 嗯 get enforce 它是permissive 就是说是警告的模式 啊 如果是inforcing状态的话 那它就是打开了 啊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这个目录下的这些上下文 啊 如果是你看 site enforce 我们因为RCE考试的话 全部都要求这个数据 就是全部都要求这些目录的话呢 必须抵在 啊 就是所有的服务必须抵在SE Linux打开的情况下 嗯 那我现在的话把这个SE Linux打开 那这时候的话你还要看一下 SE Linux是不是inforcing 如果是inforcing的 那你还要解决一些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呢 ls-z 尽管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个权限是可以写的 嗯 是吧 但是其实的话呢 ls-z upload 你再看一下这个 嗯 啊 现在是 嗯 D啊 你看一下 其实这个权限的话呢 就已经是不对的啊 这个权限的话呢 是 恐怕是不能写的啊 然后我再看一下当前的这个 嗯 我们的话呢 一会儿看一下有可能就是能不能写啊 嗯 就说这个的话呢 我估计是不能写的 就是这个权限啊 因为现在SE Linux它就看这个类型嘛啊啊 这边的话是可能看不清楚啊 这个SE Linux看这个类型那这个类型的话我估计是不能写的啊 当然我们一会儿试一试看 就在SE Linux打开的情况下 能不能有个upload的目录出现啊 那现在如果要是权限我们先放在一边啊 那现在实际上不是权限的问题 而是VSFTPD配置的问题 啊 配置的话怎么配置呢 VIETC下的VSFTPD当中的VSFTPD.conf 这个文件的话呢 你打开它 嗯 然后呢 你看一下 你看 Anonymous Enable 等于yes 表示的话呢 命名账号是什么 可以 就是可以访问的 打开了命名账号的这个这个功能 是吧 嗯 那现在的话呢 你看这边啊 接下来的话呢 下面几个选项啊 其实的话有个什么呢 Local Enable 就是说本地账号是不是可以去访问呢 yes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就是所有的本地账号 你只要user add一添加的账号 他都可以去访问 哦 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啊 那么Writeable等yes 就是说本地账号 他登录上来以后 他实际上是可以直接上传文件的啊 啊 你看我给你看一个 呃 Lftp是吧 192168.3.95 是吧 然后呢 加上一个什么呢 杠U Shwack 啊 呦 Lftp没有啊 Lftp的话是Linux里面最好用的一个客户端 啊 非常好用的客户端 就命名行里面的客户端啊 就是是一个ftp的客户端吧 对 ftp的客户端啊 那现在这样连接一下 输入一下shack的密码 登陆进去了 嗯 field 再来一次啊 嗯 可能是shack 那没有问题 是不是那个sindic是什么问题 咱们刚才打开了 这样吧 tale r716这r716r716的日志 sindex的日志在哪呢在audit当中 auditlog 看一下啊 确实是 确实是 你看 这边总是denydeny vsftpd 然后呢访问的是他的这个主目录是吧 他他的应该是ftpt ftpd 下回向t 这种类型啊 就是他就说这个vsftpd 他的类型是这个类型 啊 那他现在的话呢访问的类型是谁呢 是root的主目录的类型 那这肯定不对啊 是不是因为 我还是这样吧 我再去看一下其他的账号啊 嗯 我们再看一个账号 tong 啊 再输入tong 然后ls 你还是不行啊 不行的原因的话呢 你再看这边 啊 他这边已经有大量的这个 就是deny的这种信息了 是吧 嗯 那sinux出错 r716的话呢 你应该看这个文件 就是说wash的log当中的 audit当中的auditlog 啊 在这里面如果要是有AVC这个错误的话 那说明 r715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messages里面 如果AVC的说明是什么呢 se linux的问题 啊 看不同的版本是看不同的地方 他这边说的很清楚 说这个程序啊 说这个程序啊 他想访问的话呢 他想访问那个你的这个主目录的时候 是不行的 啊 vsftvd 圆 看到吗 sauce 就是圆 圆上下文是这个 嗯啊 那么目标上下文是什么呢 是这个 啊 啊 就是目标上下文是这个 他是不允许访问的 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se linux的话呢 保护了我们 保护了我们 但是se linux一关掉的话呢 那就完蛋了 啊 site inforce 啊 嗯 然后呢再去连接 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更震撼的 ftp的话更震撼的 啊 看到根啊 就是默认情况下你的系统的话 如果是ftp vsftp一打开 嗯 然后呢又有几个账号 账号 你没有注意 你整个目标下所有的文件全部都会被泄密 啊 只要他有读取的文件 只要他有读取的权限 他就整个目标都写出来 他全都可以下载下来 啊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啊 所以我的话呢 如果要是打开ftp的话 我是非常的小心 首先我可能是禁止命名账号 那如果我这个服务器就是面向公众的允许命名账号 那我肯定是禁止什么呢 禁止本地账号 啊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要是他是命名登陆上来的 他不能看到根的啊 你看一眼 他如果命名上来啊 就是没有输入什么呢 没有输入这个用户名 啊 他没有办法看到根的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还安全点 所以的话呢只要你看到默认的这个 尽管他叫very secure ftp 嗯 实际上他的默认的配置是不安全的 那通常我会把什么呢 这个 local enable 给他改成no 啊 就根根本就不允许 local enable 和writable 等yes 这两个的话呢 是一对 就是本地的账号 他能不能写入文件 啊 如果他都登陆不了 可能就写着 是吧 对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本地的这些账号 登陆进去以后写文件的时候 啊 他的umask是多少 比方说原本文件的话 应该是权限应该是666 是吧 文件的权限应该666 减去你的umask就是022 是吧 那他剩下的权限就应该是644 所以的话呢 普通用户上传一个文件以后 他的这个权限应该是什么呢 644 啊 你比方说现在的话你在这里面啊 我突然用tom他来登陆啊 输入tom 是吧 嗯 那输入tom这个账号以后 假如说我是跟他不是在同一台机器上 那你可以用L LS LLS 能显示本地的这个 这个 哎呦 LDIR LCD啊 哎 LLS 忘了 这我军了 因为就是你本地企划目录啊 你知道你现在连接到服务器上是吧 服务器企划目录的话 你看cd cd home下的什么呢 tom 知道自己的主目录了 是吧 嗯 就现在的话呢 你切换服务器上的目录啊 当然你想切换本地的目录 lcd etc 明白吧 我put 什么呢 password put上去 put shadow put上去 啊 明白了吧 嗯 就是我本地的话是用lcd来切换啊 那么 在服务器上是用cd来切换啊 把我这边的文件的话呢 上传上去就是什么呢 put 嗯啊 然后把对方的文件下载下来的话 是什么呢 get 我想get哪个文件 比方说ls 看一下哎 有这两个文件 我get哪个文件 啊 明白吧 当时你这样的上传上去了以后 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文件啊 上传上去了以后 它的权限是 64444 没有吧 嗯 如果要是你这边没有这条的话 那默认的umask Local mask umask是多少呢 是066 还是077 也就是你上传上去 只有你自己等看 别人看不了 啊 那你加上这个022的话 你就说1644 就让别人还有一个什么呢 毒的缺陷 嗯 那这边的话呢 这边你就知道哦 原来这三个是一伙的 对不对 嗯 但是呢我上面这个 annoyables inable的yes 它就跟下面这只是一伙的 就是命名账号是不是可以上传一伙的 明白吧 嗯 那所以的话呢 那现在我就要把什么呢 啊 命名账号是不是可以上传呢 可以 啊 命名 a n o n 啊 a n o n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可不可以创建文件夹呢 那你设计一下 是吧 嗯 其实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什么删除文件等等啊 我们看一下 man vsftpd.com 嗯 这是个小的技巧 这里面有大量的参数啊 你来找 找什么呢 a n i 找一下a n o n 是吧 annoy 那这边的话呢是允许它创建 是吧 嗯 创建目录是吧 嗯 然后呢是 命名账号的话呢 可以 呃 呃 可以是什么 允许别人可写啊 这条的话呢 other right enable 这个应该也是要设置啊 other right enable 好像是应该是能写到别人呢 就是属性的话 不是他自己的 但是他有写入权限的目录啊 这么回事 anormous 然后呢我去把这个东西啊 他少几个去少几个权限啊 嗯 然后呢我把他这个 刚才我复制了这个 的粘贴上来 然后呢加上那个意思吗 yes 如果要是他自己是拥有者的话 应该就不用那个不用那个选项啊 那再看一下anormous upload等yes 是吧 嗯 那这样几个选项 我先把这个东西 移到上面来 看得清楚一点 啊 都写到一块啊 那一会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就注视掉看一下 是不是 不是他这个主目录 去掉他以后就不可写了啊 是吧 那现在的话呢 应该是他的主目录 都应该是可写的 是吧 然后呢现在我们这样的 改完了这个配置文件以后怎么样 service vshpd restar 啊 不重启 不生效啊 是吧 重启一下 重启完了以后再怎么样呢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啊 嗯 我们的话呢再去把它往这边移 是吧 嗯 upload里面移 好 已经移上去了 嗯 没有错误 是吧 那如果是你是命名账号的话 你比方说 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用 你用lftp 就用ftp这个账号 那你也可以去上传了 是吧 那比方说 啊 cd 到 upload 是不是 然后呢再去 lcd 到某个录录啊 lcd到 比方说 tmp目录吧 啊啊 然后呢 put 新啊 把所有的文件 全部都put到upload 目录下去 这样的直接回车 哎 没有文件吗 啊 mput mput是put多个文件 啊 put是吧 只能put一个文件 嗯 你现在ls看一下 什么report之类的 是吧 嗯 然后呢 mput lcd 切换到本地的 usr下的 src目录下啊 比方 my circle这个目录里面去 是吧 put 啊 新啊 mput 新点 c 咦 咦 忘了 哎呀 不行吗 感叹会将ls行吗 哎呀真的可以啊 啊 mput的行啊 哦 这样就都上传上去 然后你在ls 这是本地嘛 你看到这边就会有很多文件 是吧 嗯 然后呢你再去这边 upload 这边你再去看一眼 唐州加 F5 刷一下 有这么多文件 嗯 那这些文件的话呢 上传上去以后啊 你给你会看到一个挺好玩的现象啊 你看 它的权限是600的权限 啊 这就是你没有设置另外的一个参数啊 没有设置另外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Anoi 是吧 Anoi Umask 是吧 等于022 那这样的话呢 你去设置完以后 保存病退出 然后呢 再把这个服务 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然后的话呢 你再去上传到文件的话呢 就应该是644的权限 啊 我看一下啊 嗯 啊 put unput 嗯 configure 是吧 新 或者上去 或者上去了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 哎 在这里面 在ls里面 是吧 你看configure的这么多文件都上转下了 哎 还是 还是600 为什么呢 应该是因为我们 我们没有重新去连接 啊 我再重新连接一下 啊 然后呢 再去什么呢 嗯 LCD到USR下的SRC目录下 然后呢 赶的号ls cd到mice lcd到mice circle cd到mice circle 上转上去了 上转上去了 然后s一下 刚才那个copy 啊 就不一样了是吧 所以的话呢 那想实现你的这个功能的话呢 那这几项的话呢 是需要做到的 嗯 啊 这几项是需要做到的 啊 明白了 明白了吧 嗯 呃 我看一下 我再看一眼 在这个里面啊 就是想实现你的功能 刚才已经是搞定了 嗯 我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 能不能重命名啊 就是有些文件 嗯 重命名有些文件 啊 就是你们上传上去以后是吧 啊 我觉得那个名字想改一下 然后重命名一下 我们看一下现在行不行啊 嗯 这边有很多文件是吧 嗯 然后呢我想把它改一下 可以改啊 可以 可以改 嗯 呃 就是说但是呢 就是我想跟你讲的是 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很简单 你要涉及到两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权限的问题 本地权限的问题 第二是VSFTP的话呢 在配置文件里面的权限的问题 啊 就是这几行命令的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第三的话呢 还有就是SE Linux的问题 啊 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允许你去上传 或者写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嗯 什么情况下允许去写入的 呃 CD到 Y下的FTP下的 PO FTP下的 这个目录下 是吧 然后LS-LD Upload 是吧 看一下这个文件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看一下它的这个权限啊 就是说 LS LS- 大Z LFTP 192-168.3.95 对吧 然后呢 LCD到 ETC 目录下去 然后呢 PUT PASSWORD PUT 我要在CD到Upload 当中去 是吧 PUT PASSWORD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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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到这边是吧 不能串点文件是吧 那也就是说还是不行了 你看 啊 这个类型是吧 然后呢 他访问这个的话呢 还是不行 所以的话 现在我们要把SINUX打开 SINUX关掉 要么就怎么样呢 要不就要改他的属性 然后呢 现在我不太清楚的话呢 这个咱们的这个VSFTPD里面的话呢 SINUX的组件装的怎么样了 稍等一下 我找一下 SINUX的话呢 应该是有原来是有一些图形图形界面啊 就比方说叫什么呢 我这样子再打开一下啊 SYSTEM-CONFIG-SE-SERVICE SECURE等呢 SECURITY之类的 那么现在我这样的RPM-IVH-SYSTEM-CONFIG-SE-SERVICE 我们看看SINUX POLICY MSTARGET 那就用命令行啊 那就用命令行 因为我本来想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形界面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装权啊 等等这样 有可能是没有装权 嗯 那在RGR5里面的话呢 会有SYSTEM-CONFIG-SECURE 还是SECURITY 啊 这样的一个 就是 就是管理工具 那你可以在什么呢 SYST 就是系统里面的话呢 呃 也有可能他取消了啊 那倒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一些命令的话呢 来去试一下啊 那现在的话呢 你知道SEINUX的话呢 它本身是一个大的体系 它有很多结果机 我们现在用到的是什么呢 Targeted 这个结果机啊 这种方式的话呢 它是保护网络服务的 它不就是你本地登录没有关系 那网络服务的话 它会受到限制 这里面的话呢 会有大大小小的上百个什么的功能 这些功能的模块的话 叫做什么呢 Ballin 是吧 啊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用几个命令啊 一个是SEManager啊 Ballin啊 然后呢 -L 这样的话呢 可以显示出所有的 它的这种功能来啊 那其中它呢 这个功能 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我看一下 有哪些是FTP的 嗯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FTP的这个 呃 就是这些 还是要小一些啊 FTP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功能的话 有哪些 你看到 还是要小一些 你看有关FTP的话呢 说允许FTP用NFS 然后呢 允许FTP完全访问 允许FTP 啊 TFTP啊 FTP的主目录啊 刚才我们不是主目录不能访问吗 啊 对吧 把SEManager关掉才可以 那要把这个东西打开的话 那么就允许FTP的这个用户连接自己的主目录了 啊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那FTP就是允许FTP的命名写 看到吗 哦 那这样的功能的话 你像我刚才的话是用SEManager 这样的话呢 去显示 是吧 那也可以用什么呢 呃 那我这样的 啊 允许 命名FTP的命名写 啊 下面的话有一个是 是SFTP的命名写啊 下面是SFTP 另外一回事 咦 这边两个啊 两个 我不管怎么样 我先把这个打开吧 嗯 是吧 怎么打开呢 是用Site 呃 SEBOL 然后呢 加上一个什么呢 允许FTP的命名写入 放大一下 嗯 是吧 嗯 啊 哦 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再查看一下这边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嗯 再再查看一下 当然 啊 是吧 嗯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来 就是POOT一下啊 还是不行 是吧 嗯 还是不行 打开这个功能还是不行 然后呢 我们再 好 下面这是TFTP服务器 TFTP和SFTP跟FTP都不一样 嗯 啊 咸 咸 啊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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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打开了一个 少打开了一个布尔直 这两个都要打开 这两个都要打开 重新来一遍 就是说你考虑到了本地的权限 就是说CHOWN或者CHMOD 什么6775755等等 这些权限 然后在VSFTPD.conf 就是它的配置文件里面 也必须要加上命名账号是可以写的 把那功能打开 然后接下来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 SENinux45它允许的 那么SENinux的话 有专门的对应的模块 那就是布尔直 这些布尔直的话 你可以通过什么 用getSEBOL-A来看到所有的 然后再去用什么 setSEBOL 然后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上传上去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上传上去 所以这是SENinux的干扰 但是这些做完了以后的话 你的需求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但其实的话 VSFTPD的话 有很多的功能 你是需要再去设置的 我想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一些经验 你看 MAN VSFTPD 错了 MAN VSFTPD.conf 在这里面的话 比方说我去找什么 NORI 你可以看到 这前面的话 这些我们刚才都已经说过了 是吧 Upload 然后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ask码的download 或者enable 默认其外 它是Bing的这种传输方式 也就是说SENinux 不是SENinux 就是说FTP这种方式的话 去传输数据的时候 它有ask码的传输方式 就是它传输的数据 是那种什么 就是说这种ask码 还是什么呢 Bing就是二进制的这种代码 这两种方式 那么如果要是你这边 比方说打开了ask码的传输方式 那么在有些传输的时候 那么比方说ask码不行 那你用Bing 你Bing不行 那么用ask码 也就是说有Bing B-I-N 就是二进制的方式 和ask码 两种方式传输 然后呢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速率 这边的话呢 有就是anore max read 就是说命名账号的最大的数值 同时的话呢 也有什么呢 就是普通账号的最大的数值 你还可以给就是最大的速率啊 就下载的最大的速度 默认是没有 没有限制的 那你也可以去限制它 那单位的话呢 是多少字节 每秒钟多少字节 多少字节 是就是bit b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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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话你要这样换算一下 那我见过原来有人搭的FTP 命名账号 匿名账号是什么呢 一个速度 如果要是给你一个用户名称密码 是另外一个速度 不同的用户名称密码是不同的速度 就跟他们有的那种FTP站里提供那种会颜值是吧 对 会员然后下来的速度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这个速度的话呢 是有很多种的 这个速度的话呢 会有很多种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查一下 会有一个 Local Max Local Max Rate Local Max Rate 就是本地用户的最大值 然后呢 你本地有十个用户 这十个用户都想用不同的值 就是你咱们俩关系好是吧 我给你20兆的这个速度 然后那个人我只给他什么 一兆 他也能下 你也能下 但是你下的比他快 这也可以 这个的话呢 不是Local Max Rate 而是有个叫做什么呢 User File 就是用户的配置文件 那么每个用户的话呢 他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指定到一个路路径下去 这是就是速度 有关速度的控制 可以有多种速度控制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还有的话呢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Max Max Client Max Client 就是最多的这个客户端 可以有多少个 嗯 还有的话呢 就是一个IP最多可以有多少个连接 就是防止人家有网络 把你的这个机器 踏死 就是说你的这个带宽 全部被他占用 这些这个功能的话 你就好不好 挺好的 我觉得也是挺好 还有的话呢 这边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PAS PASV PSV 这个的话呢 很多人都会有困扰 这个东西 很多人的话都会有困扰 困扰 PSV Done Enable等YES 这边的话应该有个PASV Done Enable等YES 这个的话呢 就是非常让人困扰的 FTB的这个主动和被动模式 啊 默认情况下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说我现在有台服务器 啊 这台服务器是我的FTB服务器 嗯 我监听着TCP的什么呢 21端口 嗯 啊 像刚才我们这个过程的话都有了 是吧 然后呢 现在的话呢 有一个人通过互联网 是吧 嗯 然后呢 来访问我的21端口 那么刚才的用户名和密码的认证 等等呢 就是这个过程 当你去下载数据的时候 嗯 这个数据下载的时候 他就不是用的21端口 啊 他不是用21端口 你这边的话 比方打开这个IE 这个IE的话呢 比方说是 呃 比方说三 啊 比方说4000多口啊 4500端口 是IE的话呢 随机的一个端口 随意的端口 这边是IE 是吧 这个4500端口 反过的是我的21端口 嗯 那么当数据传输的时候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会用20端口 然后呢 再跟你进行一次什么呢 再跟你进行一次连接啊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的这个data 就是数据的这个传输 是通过20端口去传输的啊 那这种方式的话呢 是主动模式啊 主动模式 那这种模式的话呢 是默认的标准的这种方式啊 标准的这种方式 所以的话呢 在你开 那个防守墙的时候 21端口20端口 实际上都要开 都要打开 那我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 我这台服务器 平时21端口也是打开的 嗯 但是呢 这边是这样的 但是呢 现在的话你跟我去访问 那么我会在一个范围内 讲 刚才看 大家看到这个功能的 这个选项叫什么呢 PASV 是吧 PSV 你看一下 找一下啊 PASV 这边有个maxport 还有个miniport 是吧 就最大端口 最小端口 是吧 这个你可以设置的 然后PSV Enable 好 PAS Enable 嗯 看到吗 那么 这是被动模式啊 这种被动模式的话呢 如果是你打开的话啊 就是你把它 现在的话默认是yes 是吧 默认是yes 啊 不同的版本也是不一样的 被动模式是怎么样呢 就是当你去跟他访问的时候 他不是用的是 他不是用21端口了 他不是用21端口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在一个端口范围之内 刚才你看到一个mini 是吧 嗯 有个max 有个mini 是吧 miniport 有个maxport 是吧 对啊 那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端口范围之内的话呢 你通过这个端口范围之内 跟这边的话呢 建立连接 没有吧 这是一个被动的方式 所以的话呢 如果这种方式的话 那你就要把这段端口范围 在防火墙里面也允许 所以这是一个通常 都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 很烦的 很多人不知道该开哪个端口 可以允许ftp的话呢 这个数据传说 登录都是正常的 因为我开了21端口嘛 但实际上传说数据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嗯 假如说我这定义了一个范围 嗯 那你在ftp当中 你要把这个端口范围都打开 就是这个范围是100个端口吧 那我是不是客户端连接的时候 是不是只能允许100个人 啊 不是 你端口的话呢 跟连接数是两码事 啊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话呢 监听80端口 比方说我是一个卖汽车票的 这样的一个窗口 是吧 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到我这个窗口上来买 但是我知道我这个窗口 第一个人递过来的手 第一个人的这个递过来的手 它是一个那边的端口 我记住你这边手了 你给我递过来100块钱 我一会把找过来的钱 还有票给递到这个手里面 啊 那我虽然说只有一只手 我有两只手啊 那么我两只手 就是我监听 比方说监听这一个端口啊 那么你递给我的时候 我就见的是你的手 你知道吧 尽管我这边的话呢 是有有一个端口 但是呢 我是面向连接的 不是面向端口 明白 明白 我这个端口可以产生很多的连接 这个是两码事 跟你说的两码事 那所以的话呢 这是主动方式啊 和被动方式 嗯 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是RTB当中 你要了解的 嗯 很多人的话呢 在这个条防火墙的时候 就不太明白 就晕了啊 好 这是另外一个 刚才的话呢 还讲到一个就是 ask码传输 还是bing的这种方式传输 啊 你可以看一下什么ask码的这个 什么传输方式啊 transfer 还有什么bin的这种传输方式 这个话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定制 嗯 好不好 好的 那么FTP的话呢 就讲到这里 嗯 好的 嗯 嗯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到再跟我讲吧 嗯 安装一下包 是吧 嗯 开启这个服务 配置它 然后呢 文件权限 其实这边的话呢 还应该有个什么呢 啊 se linux的 布尔值 是吧 是吧 嗯 它的布尔值的这种设定啊 好 FTP的话呢 它是个公共的协议啊 那具体的话呢 这个传输数据的话呢 是怎么传输 因为FTP的话 它比较重要是在互联网络上 它是一种主要的传输方式 互联网络上主要是用FTP传输 嗯 如果要是你跨很长时间的话 你可以用NFS NFS就慢 比较慢 啊 NFS的话呢 不是慢 就是NFS本地是非常快的 在互联网络上的话 它开的端口比FTP还要复杂 它那个端口是要协商的 所以它是有个问题 这样的问题 所以NFS在互联网络上去传输的话 它开的端口可能要比FTP还要多 所以一般的话 大家就开个2021端口就OK了 FTP就搞定了 那么这些写法的话 你看一下 用户名再加上密码 然后再加上at一个服务器地址 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个很好写法 就把用户名和密码都放在这里面了 这是VS FTPD 然后呢 Service Start Stop Restart 是吧 STATUS Status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配置 那么这是 就是说Anonymous的配置 然后同时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它的这个默认的主目录 当然也可以更改 也可以更改 那么在那个VS FTPD当中的话也可以更改 那么Upload的目录的话呢 必须地有写写出的权限 那刚才的话呢 我都已经是重新捋过一遍了 其实还有几样新的东西啊 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限定功能 就是在ETC下的VS FTPD当中啊 会有一个什么呢 User List的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跟我们以后讲Time的时候啊 相关的 有的时候的话呢 你比方经过不同的配置 你有用户 如果要是用户名在这个User List当中 它是可以用的 不在这个当中就不能用 也可以反过来 就是说在这里面不能用 不在这个里面反而能用 这个的话呢 就是跟PAM相关的 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可以限定某些用户可以用 而现在是怎么样 你只要User Add添加了一个账号 它立刻就可以用 还有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说Change Root功能 这个Change Root功能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你去真正做一个这种 就是说生产系统的话Change Root功能一定要加上去 Change Root List Enable 要等于什么呢 Yes 那默认是No 也就是没有这个限定 有这个限定了以后的话呢 这个用户他就不能跑到跟下去了 刚才我们是跑到跟下面去了 对 是吧 那有了这个功能以后 他就不能跑到跟下面 他只能在他的主目录像 就跟FTP这个命名账号一样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什么Change Root 你仔细琢磨一下 如果要是你现在的话呢 要把它放在公网上去 这个功能你是要加上去的 那我在这边 我就不详细的再去讲了 因为他又要就是把逻辑的话呢 搞清楚 所以有两个逻辑的东西 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总共没想应该是自己能搞定 好吧 好呀 好 那就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好